众所周知的是华晨宇的火星演唱会要马上开启了 具有官网有计算 已经剩下一周时间了 慢慢的期待中了 具体的地点当然是在北京的鸟巢举行了 现在在参加湖南卫视的节目录制了 小编第一次认识华晨宇的时候 是在跑南中认识的 至于是那一期的 小编就忘记了 当时华晨宇和陆寒一对的 看起来弱弱的那种 有的网友已经期盼很久了 期盼华晨宇的演唱会 现作终于来了 华晨宇的发型也发生了变化 称作一种反萌刹的感觉 华晨宇的发型让小编想起了韩国一个艺人 名字叫宋仲基 当时在拍摄《王的女人》那时候 似乎也是这种发型啊 如果是这种路线的话 感觉有点凉化的状态 发型只是一种外在的 重要的还看本质的 希望华晨宇开好演唱会 弘扬正能量的 华晨宇也是实力畅强的 在南京的果潮音乐会结束的时候 华晨宇的粉丝真的是很给力的 这也与华晨宇本人有肯定有关系的 演唱会结束以后 粉丝们把场内的垃圾随手都带走了 真是给我一下面子啊 粉丝们很贴心的 真的很棒的 很多网友已经购买了华晨宇的演唱会门票了 心情已经迫不及待了 希望华晨宇齐开得胜啊 加油 加油